DNC 2022 ICT Paper 1A MC 第三题 这题问关于输入日期的方法 只有30%考生的答对 题目问现在我们在网上填文卷 或者用手机填文卷 很多次填日期都有这样的box 彈出来 它直接可以选择输入日期 但以前不是的 以前基本上是用一个textbox 文字盒 它可以选择输入日期 现在同学问左边的方法给右边的方法 有什么优胜的地方呢 我们逐个看 1.Avoid impossible days 避免输入一些不可能的日期 这个很明显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打个box 给你选择日期 是有的日期才给你选择 它没有的不会给你选择 所以你没有可能输入一个 impossible days 例如每年的2月最多29日 你不能入一个是2月30日 入不到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但textbox 是有机会被用者入2月30日的 虽然最后可能都会弹回error 但那个是后话 如果在左边这个方法 基本上就没有得入一个错的日期 第二 ensure 确保 那些input的日期是没有错的 留意error free 是没有错的 我们要留意 小心点解读 什么叫error free 什么叫error 就是impossible days impossible days 上面这个例子 是其中一种error 其实还有其中的error 比如可能你要入2月28日 你入了2月27日 这个都是一个error 但是在上面这个方法都入到的 其实 所以这个方法不能够确保 它是error free 你可能入了第二个 valid有效的日期 所以第二个选项 根据考评的报告 很多学生都认为2是对的 有45%的考生 觉得这个是error free input的ensure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没办法 确保是没错 3 more user friendly的界面 这个明显对 因为左边的方法一定会有效率 或者容易使用过 右手边一个text box的入法 特别如果用手机去入日期 会弹一个数字出来 可能会弹一个虚拟的keyboard出来 阻止画面 这个不会弹一个virtual keyboard 所以题的答案是one and free only 答案是b for boy